上回书收到贾富大战同关守将颜囚 按贾富的本事 跨下马掌中画感方天己天下第一 肯定是不会败在颜囚之手 但是今天贾富必须得颜囚的人头 只有拿下颜囚的人头 才能跟摇起马五二位先锋官赎罪 无论如何不能让颜囚跑了 他借着颜囚报仇心切 所以他假装的一招比一招迟 一招比一招慢 他就把颜囚框下来了 贾富在前边跑 颜囚在后边追 就这样绕到了汉营的正南 这地方十分宽敞 贾富心说 我得掏暗器打你 拿暗器把你打中了 然后取你的人头 我两个兄弟摇起马五就活了 所以他把颜囚带到汉营的正南 颜囚正追他呢 他故意把这马放慢了脚步 然后就把这几交给左手 伸右手 由打怀中掏出了暗器 八宝电光锤 贾富贾军文这一生中很少是暗器 这回为了摇起马五 他不得不掏暗器了 贾富这八宝电光锤 三张六的容神 连胳膊打出去四张长 他得估计 颜囚追自己的尺寸 什么时候一锤能打中了 什么时候锤才能撒手 所以他双足扣着等 让这匹马慢着走 这颜囚呢 在后边 他估计尺寸 他往前蹦 他拿这棍 他得蹦起来 打这贾富 他想着一棍把贾富打死 就在这一时会儿 贾富贾军文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用着耳头听着声音 估计眼球的尺寸 他要抖手撒锤了 突然间 与此同时 就听见对面 叭哒一声 弓弦响了 贾富心说坏了 有人射出一支冷箭 听声音是奔自己来的 贾富心说 我要把锤撒手了 锤倒是出去了 可是对面这支冷箭 就得把我射死 也就是引己太岁 雪天王贾富 有本事 那真是眼棍六路 耳听八方 听弓弦一响 贾富贾军文 身子望猴一仰 这后极那钩呢 就贴在马的屁股上了 这功夫有个名字 叫铁板桥 贾富使了一个铁板桥 这支冷箭呢 就由大贾富身上过去了 不偏不歪 砰 震射到 严囚的梗嗓阴喉上 砰砰 严囚就倒在地上了 红光崩械 鲜血直流 严囚死了 重剑身亡了 这时候贾富这匹马还往前走呢 贾富在马上一直腰挺身坐起来 他往对面看 是谁射的剑 谁射的呀 正是神蛇将无憾无子言 贾富瞧着无憾直出冷汗呢 贾富是越想越害怕 心说我差点就让吴汉给射死的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吴汉 是三路压粮关 吴汉也是不放心摇旗的事 他带着压粮车 就催促着运粮兵 快走快走 等离着汉营近了 吴汉无子言一看 第一路运粮军 第二路运粮军 所有的粮车都在这呢 可看不见马武跟贾富 吴汉不知道这两个人出了什么事 赶紧让兵丁护着军粮 他催马就绕奔大营了 等走到大营南边 他突然看见银挤太岁 雪天王贾富被敌人追下来了 可把他吓坏了 他大吃一惊 心说贾富的武艺可是天下第一呀 贾富愣败下来了 他杀不过敌将 这敌将能力太大了 他顺声音再一看 后边一员战将是部下的 手里拿了一条棍 揉揉往前追 吴汉无子言心说坏了 即便是我催马过去 我的把势比不了贾富贾军文 我照样打不过这员敌将 眼瞧着这员敌将往前再一窜 这棍就要打到贾富的身上了 那把势将打仗 谁都明白谁的招数 武汉无子言想到这得了 我射吧 射怎么说呀 贾富在前面敌将在后头 他抽空把剑认口填钱 他对着贾富 信说我就射贾富吧 他知道贾富听见弓弦 想一定得躲 那贾富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他一躲我这只剑 我这只剑就射到他后边的敌将的身上 他望起一村正式的耿响咽喉 就这样 吴汉冒着险就把这只剑射出去 他准着贾富能躲开 过不出吴汉所料 贾富望后一躺 使了个铁板桥 这只剑 正好严球窜起来 举起棍来 这只剑不拼不歪 砰 就射到严球的梗响咽喉之上 贾富心说太险了 吴汉内 你这只剑差点把我射死 幸亏是我贾富 要跟别人是非死不可呀 贾富看着吴汉 吴汉这时候到了 吴汉就问贾富 贾大哥 小弟这只剑射的如何呀 我说 你这只剑射的好倒是好 可是我得问问你 你这剑是冲谁射的 我冲贾大哥 你说的呀 我冲你射的 我知道你准备躲 就能射中后边的敌将了 好好好 射的太好了 你冲我射 这是我躲开了 倘若我要躲审不及 这不是要了我贾富的命啊 兄弟 你忘后可别再这么射箭了 哎 贾大哥 以后啊 也不容易遇见这样的事了 我是知道你准能躲开 要是姚琪在这 说什么我也不敢说 还提姚琪呢 姚琪差点死了啊 吴汉就赶紧问了 贾富这才告诉 吴汉吴子言 姚琪是怎么打的败仗 陈鹏怎么生死不明 现在自己为了给姚琪马武赎罪 才跟着严球打在一起 严球是要给他父亲严明 哥哥严龙严虎报仇 自己怎么样把敌将 又到大营的南边 把情形全说了 吴汉听明白了 贾大哥 赶紧把严球的人头带回去 给姚琪马武二位先奉赎罪吧 好啊 贾富这才甩登临安下马 用宝剑把严球的人头取下来 然后滴了严球的人头 上马回归大营 等贾富到了大营 严球的兵将 已然被副元帅扣勋指挥人马 杀败了 贾富催马进营了 到了原门 贾富甩登离安下马 举着人头跟姚琪马武说 二位先弟 看见没有 你们等着 我进账面见元帅 凭此人头 给你们二人赎罪 说完之后 贾富贾军文 拉着马就进了原门了 到了中军帐前 有人接过马去 贾富首提严球的人头 来到帐内 攻身 给马大帅实力 元帅 末将贾富 已然杀死敌将 人头在此 请元帅艳看 早说摇起马武 二位先锋之罪 马元看了看 贾富手中的人头 来呀 将人头号令营门 中军官 接过严球的人头 交给支日旗牌官 支日旗牌官 接过人头 到营门悬挂 这件事 咱们书就不细表了 马元在中军 大仗传令了 看在贾富立功的份上 射摇起马武 二人无罪 贾富恭恭敬敬 给马大帅 身世一礼 谢元帅 来呀 将摇起马武 推回帐内 中军官一声尊令 号令传到了原门 绑夫手就把摇起马武 推回了中军大仗 然后给他们哥俩 送了绑绳 摇起马武 跪倒在马大帅面前 谢元帅 不杀之恩 马元用手指着摇起 摇起呀 虽然说不杀你 贾富替你立功赎罪了 但是你把陈鹏丢了 现在本帅给你十天的限期 如果有活陈鹏前来见我 你的官职照旧 如果过了十天 不见陈鹏归营 你的思路总印先方官 本帅是革职不用 春龄谢元帅 摇起跟马武 两个人无言而退 功夫不大 傅元帅扣勋 收兵回营了 把严求满债的东西 全都得来了 马大帅办完了公事 就散了中军大仗 咱们单说千岁刘秀刘文书 一个人吃完满斩饭之后 回到了寝障 坐着是闷闷不乐 现在同官没拿下来 虽然说摇起打了败仗 有贾富立功摇起这条命保住了 可是陈鹏呢 现在陈鹏是生 陈鹏是死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啊 想起陈鹏了 刘秀不雅如万把 钢刀扎于肺腑 陈鹏这个人 作为陈子 他是个忠臣 作为人子 他是个孝子 作为战将 上任临敌打仗 是一员勇将 刘秀刘秀刘文书想起吉阳关来了 陈鹏顺聪母命归降大汉 到现在陈鹏在两军疆场立下了几十件汉马功劳 尤其是三江请兵 陈鹏帮着三江大帅李淑叶把三江整顿好了 到了昆阳 贾富贾军文拖长大战 陈鹏舍了自己的千里马 让贾富贾军立功报号 多好的战将 到现在陈鹏还没有孝敬他的高堂老母 也没有报答他舅父老江杜岩的养育之恩 就在同关玉县了 怎么陈鹏就这么倒霉呀 难道说这真是天道无情 连苍天都不保佑着忠孝之人吗 刘秀想念三路先锋关陈鹏是坐卧不宁 这时候刘秀的亲兵进来了 千岁呀 刚才吃晚蘸饭的时候给您进晚膳 您就没用饭 现在您是不是吃点东西呀 刘秀一白手 让人把饭端下去了 酒饭是无心下咽哪 亲兵劝了一回又一回 劝了一回又一回 刘秀刘文树就是吃不下去 刘秀躺在床上想睡觉 闭眼就是陈鹏 睁眼还是陈鹏 就这样刘秀一直躺到二更时刻 刘秀也没能入睡 突然间 营门小孝进来 来到帐中 千岁 有件事情跟您回禀一声 陈鹏将军 陈鹏将军回来了 啊 刘秀秀天站起来了 请问陈将军现在何处 千岁 您还请问呢 您怎么跟我这么说话呀 哎呀 我是想念陈将军想坏了 千岁 陈将军回来了 现在营门外 哎呀 快快叫陈将军进来 千岁 陈将军他不进营 他说了 请千岁您到营门外说话 刘秀立刻吩咐带马 手下王冠就把马背好了 刘秀就在秦帐前上了逍遥马 也没回禀元帅 有王军牵着马 刘秀就奔了营门了 等到了营门外头 什么时候啊 鼓打三更 刘秀一看 对面 陈鹏 银甲 白袍 胯下马 掌中九尔八环刀 勒马 停蹄 正在营门这望里瞧呢 刘秀乐话呀 戏从天降啊 陈王兄 你请姑娘出营答话 有何话讲啊 陈鹏在马上 一横九尔八环刀 千岁 树臣陈鹏 呸挂在深部的下马尸里 马前见过 刘秀抱拳还礼 陈鹏接着又往下说 千岁 陈自从济阳关前 尊母命投在贤王麾下 就立志恢复大汉的天下 不料想 难趁我陈鹏心愿 千岁啊 你我君臣 就要分别了 陈鹏兄 你何出此言呢 千岁 陈陈鹏 替摇起 预报一时之仇 追赶同官守将 严求 没想到 吊在炫马坑中 被敌人生情活捉了 敌兵 把臣押入同官 臣想外 大汉天下尽忠 没想到 同官守将 姓卓叫卓博 卓博跟我舅夫杜岩 是蒙兄弟 卓博就劝我 陈鹏 说你尽忠 不如尽孝 千岁啊 老将卓博说的太对了 我的母亲 居双守寡 就守着我 陈鹏一个人 我要死了 谁能侍奉我的 高堂老母 所以卓博 就劝我归乡王莽 保全性命 将来 好在我母亲 妻下尽孝 我跟卓博说了 我当年在 长安城赶考 王莽 欲比钦点我为状元 绑下 用我陈鹏为 激阳关守将 可以说 待我不为不后 我在激阳关前 归降了大汉 王莽 能跟我陈鹏 善罢甘休吗 我说出这些话来 卓博就说了 他跟王莽 虽然为君臣 但是 私交太后了 他能在王莽 嫁前 保我陈鹏立功赎罪 我陈鹏万般无奈 听卓冒之劝 我又归降了王莽 千岁呀 我恐怕您不知道 特来禀报 大丈夫做事 来去光明 千岁 请您多多原谅 为了孝敬高堂老母 我陈鹏也是事出无奈 刘秀 确实是个贤德之人 听到这儿 刘秀点了点头 陈王兄啊 姑 不恼你 归降茫茫 只要有你这条命在 日后能在贤母 堂前尽孝 揭许你 陈氏门中 后代相宴 姑 也就放心了 姑如果是小人 就会因为你归降王莽 杀你的旧夫杜妍 杀你的表弟杜茫 跟你的高堂老母 陈王兄 你放心吧 姑不但不杀你的亲戚 而且让你的旧夫杜妍 表弟杜茫 照旧在我汉营供职 陈王兄啊 你先方官的梁响 照发 按月派人 送到杜家 让你老母 衣食所用 刘秀说到这儿 看着陈鹏 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君臣之情 一旦分离 刘秀 实难割舍 陈鹏 听到这儿 眼泪也快下来了 千岁呀 都说你是贤德之主 有道之君 今日听千岁所言 陈陈鹏 实在是感激万分 我今天来见千岁 一者 是求千岁 您原谅我 别杀我的母亲 别杀我的舅父 跟我表弟 二者 我感激千岁之恩 我想办法 诈降卓冒 遇尽机会 我里应外合 取下铜关 千岁 您真是一位贤德之君 您放心 我一定想办法 诈降敌人 赚取铜关 为汉室天下出力 陈鹏说到这儿 刘秀刘文书呢 这匹马往前 想着仍然 跟陈鹏说话 没想到 冷不防的陈鹏 把九尔八环刀 一举 刀环子一响 举刀奔着 刘秀就砍来了 刘秀听见 九尔八环刀 刀环一响 刀到了 刘秀是马上的皇帝 他会把 是 急忙不忙 往旁边一闪 刘秀 陈鹏这九尔八环刀 就砍空了 所以说 陈鹏使这九尔八环刀 这口刀 叫君子刀 为什么 刀一动 环子先想 所以说 刘秀 就因为陈鹏使的是 九尔八环刀 君子刀 刘秀的命保住了 如果要换口刀啊 刘秀就死了 刘秀往旁边一闪 陈鹏这口刀 砍空了 刘秀 跟陈鹏的马 就错开了 刘秀一晃 催马往前就跑 陈鹏在后边就追 陈鹏在后边 一边追一边喊 妖人刘秀 你往哪儿走 你把人头 给我留下 刘秀急了 慌不择路 往南跑 陈鹏是在后边 连锥带喊 妖人刘秀 你往哪里走 将人头留下 刘秀是马跑如飞 他一边跑一边回头 就跟陈鹏说 陈鹏啊 你不应该怎么办呢 自从你在激阳关 归成了孤家 直到如今 孤家对你不薄 你应该有良心才是 你就是杀了孤 王莽对待你 也不过就是封喉之赏 你虽然有了富贵 可是你母亲 你舅舅 你表弟 都在我汉营 马大帅 知道你杀了我 他肯定会杀 他们三个人呢 陈鹏 以我相劝 你赶紧回同关吧 妖人刘秀 你不要跟我废话了 你就是说的 纯骄蛇烂 也是白费 你把人头交给我 陈鹏 刘秀说陈鹏 陈鹏不听 气得刘秀是破口大骂 陈鹏啊 没想到你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你朝勤暮处 你将来没有好结果 像你这样只图富贵 不顾仁义之人 天地不容 迟早也得有报应啊 两个人就这样一边跑一边喊 前边跑的刘秀 是不知东南西北 后边的陈鹏 是豁重命去追 两个人就这样一直跑到天光都蒙蒙亮了 刘秀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惊 天亮点了 刘秀看出道路来 这马就跑得快点了 刘秀一边跑一边回头看陈鹏 一看陈鹏也累得是满头大汗 但是仍然的苦苦追赶自己 刘秀可真急了 刘秀这匹马跟陈鹏的马不一样 陈鹏要追上自己 刘秀知道自己准活不了 到底刘秀性命如何 下回再说